Selsea一名前老宿者Sketch Opie挑戰師傅議員 在投票轉撥款項去家推庇護站前 先親身入住體驗 Opie曾經是無家可歸者 他現在是Selsea主屋及社區發展委員會委員 FOX電視台的報導 希望議員在決定把可負擔房屋的一些經費 撥去給短期庇護站前 先自行入住感受一下 他認為應該保留對於可負擔房屋項目的撥款 Opie在5月16日的市議會會議指出 主屋權利代表著醫療護理、安全、希望以及人權 他認為在庇護站有限的時間內 需要用更長時間去協助無家可歸者回歸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Opie挑戰社會司的市長和議員 自己嘗試在庇護站度過一個晚上 如果不願意的話就不要鼓吹其他人入住 目前只有市議員Omar Torres肯明閣表示接受挑戰 下星期到聖浩西其中一個蓄建臨時庇護站過夜 但他就拒絕了逗留在集體庇護站 這是讓無家可歸者共同睡在一個大型開放房間的一張床墊上的庇護站 Torris上年11月獲選市議員 他認為親身體驗對造出正確的政策非常重要 Torris強調希望露宿者會明白他希望涼解他們的處境 Opie引用他曾入住露宿者庇護站的經歷指出 這類臨時房屋 令露宿者感覺好像住在監獄一樣 幾乎得不到作為人的待遇 因此他希望其他市議員可以接受入住的挑戰 目前距離西奧西議會還有幾個星期 就會投票決定怎樣去使用 伊提案的1.37億元的薪資出計劃 市長麥馬漢和一些議員覺得 這筆款項應該大部分用來處理眼前的緊急危機 但無家可歸者的支持人士和另外一些官員 就認為可負擔房屋是更好的長期解決方法 對於這項分歧方案的取捨 市議會將會於6月13日表決 市長聲稱計劃在預算通過後到庇護中心勞宿一晚 而市議員Domingo Candelas、Peter Ozzy、David Cohen 以及Pan Foley對在庇護站過夜遲開放態度 副市長Rosemary Kamen也說過可以過夜 以便日後投票時更有依據 不過Dev Davids和Sergio Jemets 兩位市議員就表示拒絕接受挑戰 Devids指出他有定期探訪庇護站 而市議員Biandong辦公室表示 當自己曾經亦是無家可歸者 所以知道他們的苦況 天下威士記者編輯報導